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地骨皮 枸杞自两千多年前 医学泰斗就将其入药 文人默克更以上品功能甘露胃 仿制一勺可言灵 对它赞不绝口 中宁枸杞文化节开幕式 2015年9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宁县 作为枸杞起源地 迎来了这一年最忙碌的枸杞文化节 在世界级的中阿博览会期间 小小的枸杞唱起了主角 带着好奇我们走进中宁 在参加枸杞文化节的同时 也想探寻中宁作为枸杞起源地的蛛丝马迹 清晨五点钟 中宁的枸杞交易大厅 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当地枸杞文化的 民间研究学者田永谦 要带我们认识一下 什么是正宗的中宁枸杞 我辨别中宁枸杞有这么几点 一个中宁枸杞含糖量少 大多是枸杞多糖 含糖量少 你经过这么一捏一撒手 中宁枸杞就散了 这是一点 还有一个是中宁枸杞 咱们都说是自带商标的 枸杞裹饼的这个地方 它经过加工晒干以后 因为中宁这个产地不同 它的有一定的碱性 还有涵盖量高 它就有白点 中宁位于宁夏回祖自治区的中部 连绵的贺兰山 在这里勾勒出一片壮阔的天际线 黄河横干期间 贺兰山削入了西北韩方的侵袭 阻挡了沙漠的东移 蜿蜒流淌的黄河 分流出众多的沟渠 湖泊和湿地 润泽出沃野绿洲 使这片土地成为枸杞生长的绝佳地域 一百一十五万年的时候 上游的好多小湖泊就逐渐地连到一块 就顺这个地势而下 那么到现在的中宁这块地方 由于这个贺兰山 它的一支戏牛土山的结党很高大 结党就把这个四处的水 就在这个地方就汇成了一个很大的泽国 十年之后水越聚越多 终于有一天 牛首山再也没有了阻挡的力量 聚集的河水就把大山撕开了一道窝口 一泄千里奔腾而下 好多的腐化物 矿物 好多来自上游的生物 牛羊凤便 它就全部都成余在这个地方了 直到后来咱们考证啊 在咱们这块棚地的周边 都有好多的化石 这就说明这个地方 过去十万年的积淀是不得了的 虽然有了肥沃的土地 但距离腾格里沙漠 只有43公里的中宁 又是怎样躲避风沙的侵袭呢 现在咱们可以看到四面环山 这是一个 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的农作物 作为西北来说 它最怕的就是来自西北方的寒流 沙暴 风灾 这些因素 可是恰好呢 在彭地的西南方向 这个自然形成了一个高大的一个山系 它有一个名称叫赵贝山 赵贝的意思呢 就是把这块地方的灾害天气 就彻底挡住了 小小的枸杞 就在这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 生存了下来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会把中宁成为枸杞的起源地呢 在《中宁枸杞志》上 有这样的记载 中宁枸杞本名宁安枸杞 因其原产地在中宁县宁安部一带而得名 明末清初 宁安部出现大量加重枸杞源 作为栽培品种的中宁枸杞 终于完成了从野生到人工种植的转变 完全取代了野生品种 而中宁枸杞被列为供品的记载 最早出现在明洪志十四年成书的宁夏新智中 到了清乾隆二年 宁夏银川小智的作者汪一辰写道 枸杞宁安部产者极佳 宏大肉厚家家种植 之后宁安枸杞就被世人誉为宁夏五宝中的第一宝 红宝 从前枸杞只是雀场交易中的小角色 到了明清时期 不仅作为供品每年向朝廷进贡 还远销各省 成为著名的中药菜 在中宁的一座寺庙中 一座石碑见证着那些关于枸杞熙熙攘攘的繁华旧事 安石之乱之后 这个清水河古道下来以后 这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道 在这呢 插房庙 这是当时商旅在这歇息 住客栈和交易的一个地方 他们通过这 把宁安枸杞带上 渡过这个丰安 从黄河丰安渡过去以后 从失控寺 然后就往北走了 这块石碉呢 有一个图案 这个图案呢 就是根据咱们考证 咱们命名它为仙河仙剂图 剂 枸杞的剂 这是一条活灵活现的一个仙河 这是一个枸杞树 你看这枸杞 和现在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别 这是对咱们中间枸杞 在这块地方原产即种植和销树的一个见证 据历史学家考证 这块碑年代久远 距今已经超过六百年 这座茶坊庙 原本只是商旅们落脚喝茶 歇息的地方 但随着枸杞生意的繁华 庙的规模就越来越大 形成了当时枸杞交易的市场 难赖被往的客商 一将枸杞从这里运向四面八方 一种是这个尖挑 咱们所说的这种蛋蛋帮 就是扁蛋蛋蛋帮 打着箱子 把中间枸杞挑走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驼队 旅帮 马帮 驼走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前面就是黄河 丰安渡 经过羊皮筏子 船筏 从黄河漂流亚下 一直到包头 然后再换成其他的交通工具 到天津出口 关于枸杞的历史 不仅仅被刻画在石碑上 在寻常百姓家 也能找到蛛丝马迹 跟随田永前 我们来到宁安镇 白桥村的胡亭荣墙 听说他们家有几个 曾经装过枸杞的坛子 这边有个纸缸子 让我们看看 好的 进来 是这个 就是啊 很轻啊 就是用纸缸做成的 这两个坛子呢 在当地咱们叫它纸缸 是过去民国年间 把那个好多书本 还有烟盒什么的 泡成纸浆做成的 这个呢就是 它当时是一种 这个枸杞的包装物 出国 它可以透气 果子不坏 这个坛子上面 这个包装都是原汁原味 他们的这个 这些画都是手工画 看见没 画的都是民国年间 这个宁安普枸杞园的情况 枸杞树 它是红红的 红果 树下呢就是 两个妇女在摘枸杞 下面还有个小孩 在玩 小孩的在后面 还有个小狗 再看上面 这就是咱们这个原产地 周塔香 那座古塔 现在还在 在这个钢子的里面呀 他们还有油戳 这一块 就是当时把干枸杞 封到里面以后 当时筑 宁安普的那些商号 他们把自己的封签 封到上面了 就是每一家商号都会封自己的 对 封自己的 就顶现在的商标一样 你看这家呢 他们这个商号叫 永居德 这是当时在咱们宁安普 很有名的一个枸杞商号 他们的货呢 主要是走山西 走这个南 天津 除了纸潭 这家的主人 还拿了一个 上面镶嵌着枸杞形状宝石的簪子 给我们观赏 看来就是民国以前的东西 上面这个枸杞 是用什么材制作的 它是一种玉 摘第一茬枸杞的时候 这一个月时间 就是咱们过去宁安普 最热闹的一月 就叫果月 果月 这个果月呢 就是除了摘枸杞 还有外地的客商 包括信班 杂耍 什么的 皮影 什么的 二人台 琴枪 都集中在宁安普 很热闹的 唱果月 就唱果月 那么那个时候呢 就有好多银将 也到宁安普来 他们给宁安普的妇女 做这些东西 你看银簪 用的是枸杞的图案 当时的妇女就用这样的 对对对 也是一种时尚 在中营 耐干旱 耐吉博 耐严谨 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 都强的枸杞 已经有六百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 周塔乡的张伟忠 是远近闻名的枸杞种植好手 每天到自家枸杞地里 看望一棵树 已经是他几十年不变的习惯 那究竟是一棵什么树 为什么会让它如此牵挂呢 是这棵 这棵树有什么故事吗 因为这棵树的 整棵的品种都是老父亲 过去一树配偶出来的 所以这棵现在叫丹麦 因为这个词 从父亲树里 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 一个世纪了 所以丹麦以后 你现在你整个西北极树 整枸杞都是从这棵树传出来 明初宣得宁夏制将枸杞列为物产 而到了明万历六年 也就是公元1578年 出版本草钢木时 各地药材市场上大宗交易的枸杞 仍然是采集的野生枸杞 现有的品种是在长期人工种植过程中 逐渐选育形成的栽培品种 而张伟忠的父亲张左翰 在近百年的枸杞栽培上 起到了传承和发展的作用 原来也有个合装戏 他家里只有三棵树 三棵小树 父亲当时发现的时候 与这的树不一样 过去都是那个怨过 现在只是探过 所以父亲当时就拖刃 过去都是那个字语 不叫现在签查 当时那父亲拖上刃 结上签以后 一颗银苑三颗苗子 那当时他花了多少颗银苑 花了一百二十颗银苑 是一年的事情 那就是1938年的事情 1938年 28岁的张左翰四处借钱 用120块银苑 买来360颗枸杞 一共栽了两亩多地 经过精心育苗栽培 他种的枸杞是越来越好 人们便把这种枸杞 叫做大麻叶枸杞 近一个世纪以来 这个品种就成了 中宁枸杞的母本 向四面八方扩展 也成为中宁作为枸杞起源地的 一个有力证据 现在中宁枸杞的种植面积 已经达到20万亩 年产枸杞干果4万多吨 枸杞种植的行家 胡中庆 每天也会到地里看看 研究枸杞 已经是他几十年的工作 这夏季最后一茬枸杞的采摘 在他看来十分重要 枸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植物 它的整个枝条的生长 随着生长开花 一直在继续 由于整个枸杞的果实 开花的时间不一致 所以我们采摘枸杞呢 就要采取分批 分时间 分段 进行采摘 等于就是这么一枝上的 它都不是一个时候成熟的 是吗 对 一个时间 对 最先熟的是哪一部 最先熟的是整个一个枝条的基部 这个部位 对 这个部位 基部 之后呢 每过七到十天 完了以后下一段又红了 再过七到十天 下一段又红了 再到七天 就下一段又红 每年八九月份 中年枸杞果色成红 果身开始变软 果地开始疏松 这个时候最适合采摘 生果期每六到七天采摘一次 过早或者过晚 都会影响枸杞的质量 采摘的过程中 你一般选择 八到九成成熟的枸杞 一次性的 不能大的 不能小的 都要把它采摘盘 第二个呢 就是采摘的过程中 你一定要注意清 清彩 清 如果你要是捏 那么这个手的力度 如果要是有点捏得比较厉害呢 那么这个枸杞里面的这个果格呢 就把它捏伤了 它里面那构造是什么样子的 它和西红柿是很相近的 它呢 哦 就是挺像西红柿的 对 它是一格一格的 小小儿 瓷都是在这个格的边长起来的 所以说采摘的过程中呢 就是如果要把这个格一旦捏伤以后 那这个枸杞呢 脂干以后呢 它同样还是黑色的 走坊中 我们渐渐发现 枸杞对中宁人来说 已经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从古至今 都是百姓致富的主要途径 目前 中宁共有17家枸杞出口企业 主要出口到美国 荷兰 西班牙 英国 法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十年来 中宁枸杞的年均出口量 达到4000至5000吨 这里是中宁周塔乡的一个枸杞园区 一年产出枸杞仙果600吨 这些枸杞大多要经过严格的制作筛选工序 对 这就是我们的装填车间 我们就要去挑 挑以后的话品相一样的 表面没有任何瑕疵的 而且以后的话个头大小都是一致的 并且带边 如果是上面以后的话发软 你看 这个还行 这个也不错 你看 这个上面就有一点小坑坑 这样有点黑 对 这个就不行 这个有可能出去以后的话会有问题 你看这个 发软的这一块有活动 这个就不能出去 雍正是土生土长的中宁人 从小就对枸杞十分熟悉 现在他不仅在自己的枸杞园区栽种枸杞 还在摸索能让外地人 在施令季节品尝枸杞仙果的方法 这个就可以 因为鲜果特别的焦弄 我们尽量的避免中间的环节 以后的话出现啥东西 机械损伤 比如说料呀 或者是重复的去折腾 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果面的损伤 到了四到七天我们做过试验 完了以后的话就会变软 变软以后的话就会发霉 这样的话还有可能会污染 其他好的枸杞 雍正制定出的严格挑选枸杞的标准 完全要依靠人工完成 他们一天能捡多少核实的 一个人 我们精确地算过 我们的七个人有后的话 三个半小时才能挑12斤 也就是说一个人来讲的话 一天有后的话 也就挑个15到20斤左右的样子 就是精挑细讯 您这样子的挑 我觉得很困难我感觉 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而且以后的话 它真正的出品率不是很高 枸杞不仅与每个中龄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还是引了更多关注枸杞的人的目光 在一片枸杞地中 我们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 打扰您一下 我今年毕竟是86了吧 就是各方面的消耗能力 没有年轻人那么壮了 十二十克对我了 是最合适 吃了七八年 我觉得有点青春焕发吧 来自北京的盛瑞玲 今年86岁 三十多年服用枸杞的经历 让她对枸杞情有独钟 从网上得知 中宁举办枸杞节 她便让女儿陪自己千里迢迢来到中宁 到地里来亲自挑选枸杞 2015年中阿博览会的枸杞文化论坛 是此次枸杞文化节的一个高端论坛 来自世界各地研究枸杞的高端人士 汇聚一堂 发表各自对枸杞的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 神经解剖学家苏国辉 十多年来 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 用英文在世界的顶级科学杂志上 发表了三十多篇 关于枸杞研究的论文 让枸杞在科学的层面上 走向世界 要是同源的 就是对养生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我是一个神经科学家 专门研究这个神经保护 神经绽生 也对这个神经退发病非常关注 我们就发现枸杞起 它里面的多糖啊 还有这个胡萝卜树啊 都有很好的作用 我们用了很多 研究了很多疾病 青光眼 慢性的 激性的 还有老人期待 中风都发现枸杞起来明显的作用 而中国医学界权威报纸 中国中医药报的社长 总编辑王树军 对枸杞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枸杞因为它是 它首先是一味中药 就是说它以中药力深 因为道地意味着地域上是唯一的 然后在品质上是最好的 这个中药好不好就在于疗效 这个道地也体现在啊 因为它的品率最好 它的疗效也最显著 神冬斑桃精啊 它把这个中药分成三品 上品意味着可以九福 可以严谨益受 而枸杞就属于这种上品 因为枸杞资源得天独厚 2001年 中宁枸杞获得了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认证 这时期不仅成为 国内药用枸杞子大宗采集地 同时也成了当今世界枸杞种植 研发 加工 文化与交易中心 如果说有一个物种可以标志中宁 那就是枸杞